女大生吞汤匙还用百度自我诊断 本周在中国武汉一名22岁大学生 因意外吞下金属汤匙被送入急诊室 武汉女大学生张维维 当天出门买冰淇淋后返回宿舍 途中她雀跃地跑跑跳跳 一个朋友突然作弄她推了她一把 受到惊吓的维维居然吞下14公分长的汤匙 她后来虽然觉得不对劲 但并未立刻求医 没想到她居然花了好长的时间 上网找资料自我诊断 最后发现自己情况危急 喂喂啊 你在开玩笑吗 你肚子里的是一只14公分长的金属汤匙 你该不会以为它会自然排出来吧 拜托你都几岁了 经过X光诊断 医生也被汤匙的大小吓到 最后决定用圈套器将汤匙取出 经过10分钟的折腾 金属汤匙终于被拿出 幸好没有造成任何内伤 小时候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 不要边跑边吃棒棒糖啊 汤匙更不用说了 万一你吞下一整只汤匙那怎么办 别上网查了赶快去看医生吧 TOMO NEWS原创LINE贴图第二波开卖咯 快来下载吧 TOMO NEWS原创LINE贴图定